四个营队联合举行的开训典礼,今天上午九点钟,在三江营区举行,由秀国团总团部副主任李焕主持。 李副主任在开训典礼中致辞免励青年们,要认清当前时代的需要,担负起拯救人类的重任。 李副主任并且说,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青年,应该有艰苦卓绝,吃苦耐劳的精神,在总统的英明领导下,完成反攻复活的纯盛使命。 四个营队的队员460人,今天都参加了开训典礼。